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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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回到村龍家樂京 那位置 字幕提供 我們經過村龍家樂京 我們就不上去 那都向下 走 走到這個 這個紅色的地下之後 我們要過馬路 走到對面線 在對面上山 這路口我們不是這路上 我們再走前 在這個位置 大家要小心點 因為這裏是一個轉彎位 那我走到這麼長 過馬路走到這麼長 就變成一個 永興 永興的 牌 前面有一個路口 有一個路口 在這個路口 那裏轉 轉上去 我們在這個路口 進了永興的路口之後 這裏呢 那這裏呢 左右都會有一個 倉庫或是註冊的 那我們 在左邊 有條路線 比較上去 是鬼屑的 就是這條路線 那這條路線呢 這條路線呢 其實都是有 蜘蛛的 很大的蜘蛛 那這裏都有絲帶的 那進口那裏是鬼屑的 那這裏有絲帶的 那要經過 經過這條小徑上散 那可能這幾天下熱呢 這條小徑都是 濕濕滑滑的 那樣 那大家小心點 那進去呢 那條小徑呢 就寬一點的了 那聽到一些 狗吠聲 和一些小鳥唱歌的聲 那在這裏進去吧 這條泥的小徑 那跟著這條泥的小徑 上山 那它偶爾就收窄 偶爾就寬的 那走到那麽上下呢 它也有些石級 那石級呢 跟著幾級之後呢 也是泥路 那這些泥路呢 一定要小心 因為下個雨呢 就很滑 很滑 那去那麽上下呢 就寬敞的了 那也是泥路來的 那都要小心啊 那走了一陣子之後呢 那也是 有一條小小的分叉路 那麽理論上 都是很明顯的 一條寬一點 一條有絲帶的小路 那麽我們是 跟著寬的那條山徑上 不過多一句 下個雨很滑 這裏很多蚊 很多蚊 九樓 那你小心點 一條圍形 那就可以了 這條山徑 這條山徑 是很行的 那比上去斜少少 那現在 那我們 都是向上游 現在 就是318米 高 那停一停 都被蚊子 這裏很多蚊子 那我們 不停下 直接上 那是一條很闊的路來的 整體呢 走了大約 十四五分鐘之後呢 其實都是一個 給樹木包圍一個 山徑 那現在的高度呢 384米高 那我暫時來說呢 都是頗舒服的 不是說 那麽難難的山徑 看一看 很多樹林 很多樹包圍著的 走到大概 若隱若現呢 就有兩條分叉路 一條分叉路 就是 我要走到左邊那條路 一條分叉路 就是很窄窄的 就是右邊的 那我不嘗試探討右邊 那我走到左邊 那看上去的山形呢 其實都是好像繞到左邊的 那免得冒險 那我就走一條大路 自己畫一條路才行的 那也是安全的 還有呢 都是被樹林包圍著的 就都是有少少的蛛蛛網 話口微軟又有 那比上次那裡 少一點 沒有那麼多 因為條路比較闊一點 右邊那條路呢 都是走一條路的 一樣的 看看 那變了 就走一條小路 危險一點的 不要浪費 那完全可以走的 走到去大概20分鐘左右 都是這個山景 都是比樹林包圍著 都很陰涼一下的 不會太熱 不過呢 都是有蜘蛛網 難路 那就小心一點了 今天呢 我去鱷魚潮天 那路線呢 都是走夏嶺山 夏蓮山山線 那裡上 那為什麼我上兩次 走了蓮花山 和田枯仔山呢 因為呢 我就不想那麼辛苦 就夏天呢 就每次走一個山就算了 所以分開三次走 可為舒服一點點 那走山而已 不需要找命搏的 是不是 那 所以呢 雖然 這三個山都在旁邊的 我分了三次走 那就比較舒服一點 還有 就多些 其他時間用 就不需要一次過 扯了 三個山 走到這上下 大概是27分鐘左右 那就見到路牌 那路牌呢 就兩邊 左邊這條路呢 就是我們直路呢 就在白石橋的 和仙霞洞 那麼白石橋呢 就屈上去 右手邊這條路呢 就是全錦宮路 那麼上次我都經過過 白仙霞洞的了 那麼今天呢 我們就上白石橋 對了 上白石橋那裡 就會經過白石橋的 遠處見到的 走這條路就對了 就不要轉去 全錦公路那裡 這裡也有絲帶 現在呢 那個高度呢 就是419 看到路牌的時候 高度是419 在那個分叉路牌 那裡走到大概 百多二百米左右呢 就看到一些 級位的 用樹木整成的樓梯 那我們 向著這個樓梯方向上 可以的了 這是樹木整成的梯級 那應該上到去上面呢 我們要 不去直行的了 轉右的 上去看看有沒有分叉路口 上完過樓梯之後呢 都是見到絲帶 那 那 也有一個路牌 右邊 就是河背 和大腩蔥水塘 左邊這裡有條小徑的 也有絲帶的 這裡呢 就是白石橋山 那 我們今天就不去白石橋山 我們是路徑的 那 我們轉右呢 其實呢 分叉路的 一條是小徑 嘩!幾條分叉路 很多分叉路 那 我們是最靠右那條 也是有石橋山上的 因為呢 今天我們去 我去鱷魚潮天 這條路 正確的了 那 跟回我畫的路線上 一條大直路而已 不會有任何的分叉路 進入了石橋山之後呢 跟正話的環境有少少區別 那 正話的環境呢 就是頂 左右 都被樹林包圍著的 就很陰 很陰的 很涼爽的 那 這裏呢 頂 是看到天空的 只有左邊 和右邊才有樹木而已 所以這裏為止呢 就是曬的 那 再上到 一會 來講呢 那些樹呢 會較多些 不過呢 其實都是 實曬的 那 今天天氣呢 就是 天文台就說會下雨 又沒有雷布 所以我今天就 會上 就是都是上了山 如果雷布就不來了 進入到差不多 那 那個路徑呢 和正話 被樹木包圍著呢 差不多 都是被樹木包圍著的 看到嗎 看到嗎 那 其實都是 曬一段 很短的路程而已 然後又有陰 所以這條路線呢 都很舒服 又不難走 是 是進口 那 就看回我片頭 那 那裏教我怎麼進去吧 比較隱蔽一點點 走完那些 來的 木的石級 之後呢 那 現在呢 就轉回 走回那些真是石級了 那 這個位置 走了 39分鐘 就去到501米高 那 都是一些 石屎的石級 那 都是圍著這條 較為好走的路線 不是難度高的 基本上 小朋友都可以走到的 我覺得 總之有大人陪就可以了 走回 幾十級石級之後呢 又走回 木的級位 那 今天看到很多四腳蛇 BB 四腳蛇BB 在這裡彈一下彈一下 那 再走到差不多 我們要轉左的 山徑就差不多完成了 那 前面 看到 有個空曠的位 轉左和轉右 那 剛剛呢 就看到有個 漁龍署的車經過的 就是這裡可以走到車的 應該是石屎路來的 好 正確 我們轉左 轉左呢 這裡有條山徑 可以去 鱷魚潮天的 行於這條山徑的 我們就走遠了 轉右就不對的 我們就轉左 轉左呢 就是叫做大腩蔥水塘 那 走去 蓮花山的方向 現在的高度呢 就是五百二十六 那 有一天呢 我就經過 現在在蓮花山的方向 但是呢 我們又不去蓮花山的 那我們呢 就去 五百 那就轉右了 四十七分鐘 就經過 麥利歐經濟酒店的M160 那 就 都是向前走 那 我由 川龍 那個 入口 上山徑 去到這個石屎路 都 撞不到任何山友 但是我搭車 由荃灣上川龍呢 整架車都是山友 可能他們走的 就不同的方向 那這條路呢 它也是叫做 大腩臨道的全錦段 都是越野單車徑來的 剛才經過那個 標渠處之後呢 就 也去到一個分叉路 那 這裡上蓮花山 我去了 不去 那我去田夫仔 路牌方向 這個位置 這個呢 就是百香山的 遼望台 那 我們向右邊 那 這個就是 上青塘的 灌鈣水塘 前面呢 就是 元朗區 剛剛呢 就在這邊上山的 跟著 經過這個 遼望台呢 就上了去 鱷魚潮天那裡 拍照 我們呢 就由這條路線 下山 那這裡 那這裡也有一個 那 剛剛 下了一層 微雨 大一點的 雨 路呢 就會更濕 那 小心一點 那 剛剛呢 有一對 男女 就上山 我 又 千龍上山 到現在呢 才 遇到兩個人 那 現在沿著這條路 就下回去 全錦 封路 大霧山 那 下了山一陣子之後呢 就有分叉路 一條呢 就是左邊 一條呢 就是右邊 右邊那條路呢 就走回我上山的路 上山的鐵膊位的 那 我現在呢 就是左邊這個路線下山 這邊路呢 也有絲帶的 剛剛下完椅呢 就破線了 真的要小心點 下了一陣子之後呢 都有分叉路 那 這條呢 就是向左的 這條呢 就是向 直路來的 那我們 在直路那邊走啊 就不是向左邊路走 下去這條山徑呢 就比較上呢 就密林些的 不過呢 你流心 走呢 其實呢 那條路都明顯的 還有去到 不明顯的地方呢 它也有絲帶的 那些呢 那些呢 好像不明顯呢 其實也有絲帶的路 那些呢 因為呢 可能是少走的 所以 那些樹木呢 就長不長 是這麼大的 是流心得的了 第一間 你也有絲帶 走多一間 呢 又看到光明了 這個位置是比較密的 要小心 上下 有少許落斜和嵌樹 小心一點 這裡也有很多嵌樹 要有鵑鵑 要有鵑鵑 鵑鵑 來,魚圈 的位置 這裡有很多嵌樹 來樑豬 登録、енные ciento 有些地方一帶 很擔心 捐过来的 一嵌树没人清理 捐完之后 也是一条 寬堂的山径 我特意拍给你们看 那里捐那里 让你不用担心 不是路 也有丝带 一条下来的 那里呢 刚刚嵌树 就没人处理 是吧 是吧 山径 所以这里是安全的 你说安全是可以 不安全是可以 理论上安全的 看到这里也有一棵树 打横在这里 小心 这里多些嵌树 这里有棵树 就要跨过就可以了 另外我说过 很多嵌树 都要捐啊 爬啊 这样过的 这里呢 是一个落斜的地方 小心 可以了 这里有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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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棵树 很滑的斜路 那里 就小心了 不要急 上山一定 什么都假 安全 安全是最重要的 看不见得漂亮的照片也不重要 拍不到 下次再去过 最重要 每次都要安全第一 再拍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真的 很多嵌树 未经处理的 整条路都是被嵌树 覆盖了 那落山的时候 要小心 要跨过嵌树 有时呢 就要捐过嵌树 小心 一步一步就可以了 去到这里呢 就较为好些 条路就宽敞些 就少些嵌树 而且没那么斜 没那么滑 那就下去 再落多一点 往往吧 因为落完之后呢 又要上去 500 所以呢 都要留点力水 刚刚的一只大蜘蛛 正说呢 本来打算在 鱷魚潮天下山就不拍了 不过 原来落山呢 比上山更难 都要给大家看一下 自古有句话 上山容易落山难 其实它不是爆林的 是比较上鲜 啊 多 樹倒塌啊 啊 和 那些樹多些啊 那条路就 不是那么清晰 那所以一定要 安全起见 就要慢些走 啊 那最主要它是 嵌树多 和鲜 不可以快 一快就 惹惹的 在这里 开始游入浪了 有野猪 蜜食 地团 鬆了 这里有 撕带 野猪中有些濕濕 蜜蜜蜜蜜蜜蜜蜜 向下 哇 这些是什么 看看 一抽抽 不方好东西 好东西都没了 好东西都没了 再是落 落完一间 就要上回500 现在是继续落 落到去 差不多会到的了 那我们是U-turn 上回山 到了一条阔路 我们去右边 右边呢 就去我们 黄驚鸥 跟着就再去 跟着这儿静下就可以了 现在 去回一条 正路的山径 不需要蜜蜜蜜 刚才那些也不是叫做爆蜜蜜 是叫做蜜蜜 但是它比较多了蜜蜜 所以 线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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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水 挺漂亮 拍一下 拍一下 水声很至于 昨年环境 别算了 过了这个水梯 也是一个 平坦的 小小 正常的山景 也是被树林包围住的 很漂亮 今天天气一流 走到 来到这儿 有分擦口 直去 和上去 黄金岭 那我们就不直去了 现在 就上黄金岭 上黄金岭呢 它这里有个路牌的 那 那 那些 那些 刁路 指路牌 所以是甲龙的 那 就向着这条路上 就 黄金岭 好 Go 现在的高度 就是 416米 黄金岭呢 就422 那我们攀升多 10米 8米 那就 到黄金岭 那黄金岭呢 就再 晒回去 攀升多10米 不是很高 今天呢 头断 入口就隐蔽 上山就 闊的 但是去到 鱷魚潮天 下山呢 那一段 路仔呢 就 黄金岭 就 难搞 少少 那 都 好 开心 都过了 那 现在呢 又 上山 上422 不算太高 我们过了 黄金岭之后呢 我们不完 自己的路线上了 那我呢 就走回去 全 錦公路 那条路线 那就直到 大霧山 扶林公园那里 Go 走到这儿呢 就有三条路 左边 就是 甲龙古道 不是我今天条线 前面 路不通行 危险的 我们走全錦公路 再0.4公里 上回去 就是了 我们右上去 全錦公路 上法山 四分一小时 大概三个节 15分钟 现在呢 就走到 全錦公路了 完成今天的 行山路線 多谢 大家 好 大家好 今天的 鱷魚潮天 就完成了 總括今天的路线 那我呢 今天呢 就在 村隆 起步 那 在村隆 下车 搭80號 的 串線兆巴 就去到村隆 那 逆流回 下 下 就 去到 一趟 村隆 那 那路 是 满足的 走进去 但是 一进去 上去 那條山 就是闊落的 那我先去 那路 先去 上去 那路 那座山 那座山 我不是沿途下山 再去到鱷魚潮天的地點 再到另一方下山 那下山可能是天氣 是不是下過雨 這幾個都下過雨 其實很滑 很多麥林 也不算爆林 有一點麥林 但是如果有網友想跟我的路線走 下山時就小心一點 它也是因為很多嵌樹 下山之後就完全安全了 平路一條 上去全錦公路 今天我大概九點起步 現在十二點十分 走了三個小時十分鐘左右 完成了我今天的路程 多謝大家 拜拜